重要性由高至低来排列 就是你的经营如果有很多的话 你都要由重要性来排列 再来就是版面的设计要很清楚 可以帮助这个审查的委员来抓重点 然后再来就是要表达出你的个人理想和热情 而且你要是真诚和有内涵的 记得要了解自己本身的优缺点 图先与众不同之处 那这个其实很多 应该说很多的面试官都有提到说 其实你不能提醒自己的优点 缺点好像也要背起来 就是万一被问到的话 也要有一个准备的答案 我们好像没有去问人家的缺点 没有问不到缺点都是优点 真的很佛心这样 再来就是还要细索的资料一定要收集 就是你一定要上网去看过 那也不要把这个官网都是copy-passed 这让人家就觉得没有诚意 那再来就是如果有推荐函 也不要是官样的推荐函 很致死的这样子 那再来建议的话就是要举实力 不要落于空口说白话 好那我想问一下 就说您有当过这个面试的 审查委员这一款过吗 当然啊我们常常在谈 那您自己有没有什么必问的题目 比较广泛的 您一定会问的 基本上是这样子 像很多学生他在高中可能有 参加一些小的科长啊 或做过一些小论文 那这个当然会有加分的效果 但是我们教授就会从里面去问 你里面的一些感想或发现了什么 或里面找问题 那其实这个对学生也有个好处 学生如果知道教授会问这个 他可以好好的准备 对答如流的时候 当然自然就会比较加分 他其实就像我们以前说做新闻行业 我们在采访人家的时候 可能要做一个引导式的提问 所以他可能也可以在他的这个 非常资料里头 写一些他特别擅长的东西 就不怕被问到 对不对 等于说你自己帮教授 设计好语度了 对那就让他从里面来挑题目发问 因为能够有这种什么 刚刚我讲的说参加什么展览啊 或是竞赛的 毕竟这样的学生比较不多 那如果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 就会想办法去问 就问不一样的问题 那刚刚讲的就是 教授有讲到 科展跟像是展览这种 并不是每个学生都可以去参加 那我刚刚这里有看到 如果说净摊的话呢 对有参加一些 跟环境议题有关系的活动 像净摊之类的啊 或是一些参观过 一些什么焚化场啊 一些这种心得啊 诸如此类的 跟环境有关系的 环境污染处理有关系的议题 环保有关系的 把写进去的话 那有些老师他比较喜欢这样的学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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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